歡迎回到電競七年超級聯賽 剛剛看到聊天室大約 對於我們廣告的評語呢 真的是創意十足 那讓我們也是哈哈大手了 對 來賣肉的 是這個嗎 我不清楚 我忘了 剛剛立正跟我說的 沒有 不是嗎 我電腦開不了 是 好 言歸正傳了 剛剛提罐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的項目是 SF了 那我們今天這張地圖算是很特別 現光二村 這張地圖呢 在一些國際大賽上面 是比較少看到的 那在此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各隊的戰績 我們看到橘子中是 拿下了四連勝 現在勝率來到了百分之百 那華爾斯巴德目前勝率 是只有百分之五十 遊翼閃電狼是兩勝三敗 勝率是百分之四十 太陽神要加加油了 在上一季呢 表現還不錯 算是前段班 那目前勝率只有百分之二十 我們今天要看到的對戰組合是 遊翼閃電狼要對上四連勝的橘子熊 閃電狼在上個禮拜的戰績也算是滿戲劇化的 因為我們知道上個禮拜我們的張家華 憤怒的佳華 對 憤怒的佳華 是帶領選手到對岸這邊去參加WCG的比賽 在這裡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是橘子熊的教練 讓我們歡迎龍騎教練 你好 下一位呢 我們看到是我們可愛的神居 維尼蘇子偉選手 我們的KD值來到了二 哇 不得了了 上一場的KD值是1.4 期待你今天的表現囉 接下來我們看到是裕豐 徐茂盛選手 我們的KD值也很接近1 0.94 上一場的KD值是2 哇 好厲害喔 期待你今天的表現了 接下來是Shuri 吳家瑋選手 KD值是1.25 上一場的KD值 哇賽 上一場的KD值來到3耶 上一場不是對上華裔Spider嗎 對 KD值可以來到3 哇賽 我們要回去 要再看一次精彩重播 恭喜囉 接下來我們看到是200%的男人 SJ 你好 我們的KD值是1.58 那上一場的KD值不多不少 剛好是1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再創紀錄呢 期待你的表現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雷神索爾 廖冠銘選手 我們的KD值是1.48 上一場的KD值 哇 1.33 我們看到橘子熊真的是大發揮耶 對 在下班 在第二季的部分啊 真的是很厲害 四連勝 而且每一個人的KD值都是如此的亮眼 對 而且在橘熊隊 在第一季的部分是 三勝九敗 是 哇 所以他們在第二季四連勝 已經打破他們上半季的一個紀錄了 晉級的佳華我們好想你 讓我們歡迎瑞長佳華教練 好 我們看到的第一位是 Honix秋晨浩選手 KD值是0.92 上一場的KD值不錯喔 是1.4 今天要好好的加油囉 緊接著這一位是Monty侯俊忠選手 上一場的KD值不太妙耶 目前的KD值也是有一點偏低喔 趕快回穩了好不好 緊接著這一位感覺壓力有一點大 因為是指揮官 對 尤其上個禮拜呢 教練不在家 所以重責大任都在他身上 讓我們歡迎Mars 那Mars的KD值呢 也是目前還沒有打出風采啦 希望趕快呢 可以打出他的代表作 接下來這一位是我們的步槍手 莊琦選手 可拉托 而我們的KD值是1.21 上一場的表現有一點低迷 希望趕快拿回你的手感了 我們看到最後一位是Week 李家豪選手 這KD值是很接近1 上一場的KD值也是怪怪的耶 沒有關係 教練回來了 晉級的佳華再一次站到你的身後 今天一定會有不錯的表現 對不過上一場這個 有點閃亮的這個KD偏低 但是問題是他們贏了華爾斯巴德 而且是8比4 在KF8也獲勝了 所以這個 如果如此這麼低的KD還可以獲勝 那也算蠻厲害的 是 那我們看到有一篇是針對Mars的專訪 那就問他說 前一天在這個命運交叉到是1比8 輸給太陽神 可是第二天卻又8比4奪得勝利 他們說其實在賽後他們是有密集的討論 那感覺就是我們的新進選手 可能對於這個戰術的執行有點太執著了 對 臨場的應變可能不太夠 好 這張我們可以看到新的地圖出來了 現光二村 左邊的B這個就是防守方的出身點 那右邊R字這個就是工方的一個出身點 好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張地圖就是三條路中路 然後以及這個船場還有這個修車場 對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A的部分是這個修車場 下面B有一個紅色的部分是船場 是 但是船場裡面停的不是船啊 是一台車喔 對 不過我們看一下這個位置 應該左邊是工方 右邊是防守方 左邊應該是工方的位置 這個B的部分 藍色部分應該是白反的 不過這張地圖有一個蠻大的一個特色 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有國旗 這個是台灣的一個這個比較特色的地圖 再來是它真的是一個小村莊 裡面有人是修車場 然後有人是賣這個便當的 對 好像還有魚丸店 對 然後還有一些像珍珠奶茶 有一些特色的一個台灣小吃的一個場景 對 但是不要被美食給擴破了 我們看到橘子熊擔任首方 而由於閃電狼擔任攻方 已經有人倒地了 對 這一波是打一個強攻喔 速度非常非常快速的佔領任務區 是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 反而是防守方 似乎是還沒有找到準心之下 直接被打穿了 帶走兩個 對 被打穿了喔 我們可以看到已經安裝定站 28秒要做一個回防 有一點困難喔 哇 這個基本上被斬斷 開頭被打兩個 五個存活之效 這段譬如我們要做一個回防 其實也不好回 好 我們看到在第一個回合 是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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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應該是橘子熊 這邊拿下的勝利 我們看到這個 顏色再次做變換了 所以不好意思 我再跟大家報告一次 其實橘子熊這邊擔任的是 攻方 閃電狼擔任的是 守方 好 這邊一開始 直接是炸死的隊友 逸風喔 不過這一波的一個防線 克拉多站了出來 但是後面被貫穿 修瑞從後面做一個偷襲 這一波最後打到兩個 剩兩個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搶當到了任務區 不過 好 後路來了兩個 這邊要直接去找人 哇 這一槍真的很硬喔 是 先收掉了Monkey 還有一個Hobbit 再拿 也死在HJ的手下 最後HJ這漂亮的1打2 是為我們橘子熊 又再次拿到了1分 閃電狼加油喔 雖然炸死了自己的隊友 但是HJ 沒關係我把你炸死 但是我換得回來 怎麼樣 我就是夠厲害 真的是 非常非常不錯 在最後是一個小打破 這邊全部集結在 修車場的任務區 進攻方 一開始就是速度很快 又是一個快攻了 對 又是一樣 打同一個直升 因為這個節奏已經連下兩個回合了 這邊是繞到了中通 遇風位置 又是Hobbit一個人獨流場上 怎麼會這樣呢 對 這張地圖 其實對於所有選友來講 都會相對比較陌生 因為以往的國際賽 並沒有 並沒有在這張地圖出賽 對 那當然在台灣的一個聯賽 也是在本季才加入 但是本季第一季完全沒有啊 沒有人抽中這張地圖 所以等於是一個 我覺得對大家來講 都是很新鮮的 對 那戰術上面 可能會有比較多的一個 新的嘗試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是 繞到了船場任務區 一直在走這個大地遊戲 想說Hobbit你在哪裡啊 好 直接來到了船場喔 後面有人來過來做一個 欸 哇 左右 又是HJ 對 HJ在這個兩個回合收藏局的一個能力 真的是相當出色 哇 而且是HJ 哇 一開始就直接吶喊了 真的是非常有氣勢 對 我們剛剛從主播台這裡 都可以聽到他的加油聲 相當地洪亮啊 真的是氣勢如虹 然後這一次呢 又一樣要搶攻這個修車場嗎 是的 又來到修車場裡面了 近距離的拼槍 我們看到索爾先是解決掉的位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 這一波 這一波 這一波是三個人強攻啊 直接佔領了 是 這張地圖我們看到橘子熊隊 都是採用一個比較偏向人海戰術 可能是113的一個開局 或者是14的開局 特別是打修車場 老師 為什麼每次都是Hobbit 獨自存活呢 因為Hobbit是守在遠方的一個 應該是船場任務區啊 剛好A跟B啊 剛好都偏偏都是打這個位置 他解決掉雷神索爾 對 索爾被Hobbit人給打掉了 對 這邊一來 前面有沒有辦法擋得住 應該是可以直接 可是已經裝彈囉 裝彈這個時候 防守方向還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壓力啊 我們看到前面 這個已經是4比0了 對 四個回合都是由橘子熊拿下順利 好 這裡呢 要幫忙閃電郎來喊一下 閃電郎加油 對 真的要加油 因為這樣地圖其實說大不大 還滿小的 我們可以看到能不能守住下面 下面我們可以看到白色建築物 哇 不過這一波還是沒人能夠擋下 這邊的一個防守點似乎是不好顧 克拉托 克拉托直接是換掉了一個 三個打三個 喔 這一個位置 沒辦法 SJ先把克拉托給解決掉了 對 這個位置是 剛剛後面有一個隊友 但是並沒有即時的一個補槍 剩下SJ 哇 超人SJ今天能夠有超人的發揮嗎 哇 又打掉一個 太厲害了 本來想說他對上兩名選手的圍剿 可能有點危險 但是他已經解決掉一個了 剩下血量比他少的哈比 哈比人對上超人 哇 最後是哈比人獲勝 哇 這個是還滿關鍵 因為這個閃電郎 有一閃電郎是掛靈欸 對 哈比人的冒險 哈比人的晉級 哈比人的逆襲 我們看到終於拿到了一分 對 但是 我剛才看一下這個 居雄隊SJ的一個殺人數 殺八個死亡數是一次 喔 KD8.0 這個是非常機能 喔 喔 Monkey終於開服了 他剛剛是還沒有殺到人喔 不過這個回合還不錯 上一個禮拜應該是被MARS抓回家的特訓 喔 什麼特訓而已 這個可能很嚴重 喔 真的嗎 對對對 你看報道上有寫嗎 直接點名Monkey 讓這個Monkey真的是 心情上是有點小難過啦 一定是沮喪 沮喪 非常沮喪 但是這個我相信像順目的佳華會讓他重拾性侵的 對 好 維尼是 喔 一打三 而且這一個畫面 拍得非常好 剛好這個角度就是維尼開槍 直接30發開完三個就倒下 對 好 我們看到現在的比數是5比1 橘子熊領先了4分 我們來到生半場的最後一個回合了 到底閃電龍有沒有辦法趕快再多拿一分 哇 這頂不住壓力啊 這一波是打得相對比較煩慢 對 往前壓了 防守方有點受不了 對 利用中通直接往前壓 過得一個不錯的效果 喔 這邊 好 這邊 HAPPY的也跟上囉 剩下SG 上面也有人 哇 這個位置是沒有辦法了 這個前後上下都有 好 我們看到在第七回合 是由遊翼閃電龍拿下勝利喔 而且最後結束的時候 場上還剩下4名選手存活 恭喜你們 雖然說目前是落後了3分 沒有關係下半場再加油了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請記得回來 歡迎回到電競七年超級聯賽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攻守交換了 所以由橘子熊這邊要擔任首方 遊翼閃電龍也要擔任攻方了 目前的比數是5比2由橘子熊領先了3分 那在我們上半場的部分 有人KT值超級亮眼的 對 所以在上半場殺9個死亡之數2次 KT4.5喔 對 真的是非常驚人的 而且上半場可以殺到9個人 而且他的隊友維尼殺8個人 死亡次數4次 KT也來到2 那麼這個Suri的部分是殺6死6 KT1 但是其實整體來講 真的是表現非常亮眼 而在我們的閃電狼的部分 只有一位選手KT值是超過1 是新人Hobbit 他比較算是學弟啦 對 Hobbit的部分其實在今天狀況發揮得還不錯啦 雖然最後都只剩下殘局 可是他在最後一個回合是有收掉這個殘局的 可能因為最近他的電影上映 心情很好 Hobbit人 對 他比人大冒險 當然好像最後大家都去關心奧蘭多布魯到底要欺定何處 對 到底是雅拉岡呢 還是我們的精靈公主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張地圖啊 應該是攻方有優勢 但是我覺得橘熊隊把這個優勢打得太大了 上半場應該 我覺得是一個進攻方拿4分是一個合理範圍 但是拿5分基本上 哇這個一開始防守又先帶掉一個 好沒有關係 目前我們看到人數上面只有落後一個啊 還有得打 對這個回合我們可以看到橘子熊隊他的防守跟 我們可以看到閃電狼隊的防守不太一樣 對 他們是集中集中到修車場任務去這邊做一個主要防守 而是把這個遇風只擺在邊線的中路以及 喔 他們要在船場旁邊相遇囉 對 船場這邊去做一個眼睛的探位啊 那最後再透過一個回防4個打3個 4個包3個的局面 SJ解決掉了Monkey 在這個棋域面前面 喔 這邊躲得很好 喔 位可 哇 這個位子 只在是 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了 這個 這 我是已經無法言喻了 哇 這個大家也看在眼裡喔 因為我有的時候太激動我怕會有一個不好的形容詞出現 我懂 所以我就讓他一直卡住一直卡住 是 這個是 寧可吃螺絲也不要做出不好示範 對 這個不好 這個不好 但Wake的部分還是有點可惜啊 沒關係 我們佳華教練會帶回去 好好的在加把勁的魔鬼訓練他 我剛剛是有機會這個貫穿從後面來 不過很可惜 我這一波快速的來到了 哇 這個沒有人發現 這個就是一個漏洞 這個就是一個漏洞 這個防守的漏洞 就是在橘子熊隊傳艙的部分 沒有派人去做一個陣手 他擺一直中路 四個基本上在修車場 所以就發生一個這樣的一個快攻裝包 哇 Mars的位置太危險了 因為在剛剛完全是沒有人做一個cover 哇 中路貫穿中通直接來到了三樓 轉眼 只剩下一個 剩下未可一個 我們看到橘子熊這邊呢 還有四名選手 還有兩個有發 喔 這個很準 很不錯 哇 可是 這個是兩個人剛好是 不敵SJ 互相的擊殺 好 威克剛剛是還不錯啦 剛剛至少有一個好表現先爆頭 嗯 好 我們看到 轉眼間橘子熊聽牌了 現在的比數是7比2 哇 閃電狼這邊要怎麼樣來止住呢 這一個位置我們可以看到很難很難在 健空方很難打的原因是因為不管你打 傳艙任務區 雖然你安裝到了炸彈 但是問題你守不住 其實你剛剛其實裝彈應該是有一些優勢的 哇 索爾在桶子旁邊直接打掉兩個 這一波能不能把這個人給捧掉非常重要 克拉圖往後 往後掉 現在我們看到閃電狼剩下又剩下 Wake一個人 對面還有三個 而且有兩位是滿血 對 船艙這邊放置任務是打一個聲東擊西 但是轉眼之間只有一個 使用低頭看法 後面有人 後面有人 後面有兩個 後面哪 後面 哇 這個到底有沒有聽到我們呼喊 但是沒有喔 後面 後面 後面三個 你 哇 這個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對 哇 真的實在太可惜 因為這個完完全全 時間差應該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往後看 而且沒想到是三個都一起從他後面來 對 可以很明顯看到現光二村 絕雄隊在這張地圖 有下功夫喔 真的準備的比較周到喔 至少在上半場攻也攻的厲害 防守 基本上我讓你放包沒關係 但是問題是 回訪我還是能夠成功阿 直接五個對五個回防 而且最後還剩下四個人 對上一個 哇 這個是有點差距的 好 所以在剛剛的這個第十回合 是由擔任首方的橘子熊拿下了勝利 那我們這邊最後的比數是八比二 哇 橘子熊領先了六分 對 當然我覺得在橘子熊部分 可以創一個紀錄阿 因為我們在第二季的部分是十二場力行賽 對 他現在還沒有敗機喔 他現在是五連勝了 加上今天是五連勝 對 有沒有可能十二連勝呢 欸 哇 這又是完全沒有敗機 在第二季的部分 我覺得在橘子熊目前的狀況看來 是有機會的 有可能喔 已經是五連勝了 對 感覺氣勢淪紅了 好 那我們今天SF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要感謝包子老師我們帶來精彩的講解 謝謝 謝謝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星海就要登場了